回到新聞現場來看到台中市有民眾 二號深夜把車輛停放在大雅區 一間嬰兒用品店的門口 隔天清晨要去牽車的時候 發現愛車被刮花了 車身的左側出現了好幾道 像是波浪狀的刮痕 烤漆維修費用破萬元 第一時間報警掉了監視器 發現一名可疑女子在車附近徘徊 沒多久起車離開 瑕疵警方現在透過了車牌 要通知女騎士到案說明 黑色轎車左側車身 出現好幾條像是波浪的刮痕 車主親見趕緊和一旁店家 吊越監視器發現一名可疑女子 她走回來又刮一次 而且她都很靠近 這名背著包包戴著口罩的女子 疑似就是刮車怪客 店員表示曾看過她 將機車停放棋樓 但我們完全不認識她 因為後來我們有拿監視器給車主看 然後問她說是不是也認識 她說不認識 這起刮車事件發生在大雅區雅環路 無辜的車主表示 2號深夜11點 將車停放到案發地點 並沒有阻礙通行 3號上午8點多前來牽車時 就發現零停不到10小時的愛車 慘遭破壞 氣氛報警並吊越監視器 到網路社群發文 警告嫌犯 就快抓到你 傻眼 奇怪我也沒招惹到什麼人 我也不認識她 我也不知道她的動機是什麼 車主無奈 左側板金重新烤漆 出估費用破萬元 辖旭遠景透過監視器 鎖定機車車牌要儘速請嫌疑人 到案說明 並釐清周邊是否還有其他受害者 有關那個車輛被刮花的部分 來主義刑法的回旬 那當事人如果有提告的話 我們也會一規定來受理 警方強調將針對特定路口 加強夜間巡邏 儘速揪出這名刮車怪客 讓周邊居民不用再提心吊膽 害怕成為下一位受害者 這裡是王先生台中報導